曾經說過天心男 頭上都是不幸運 這首都是靜在 那摩羯男是 靜責 喜歡摩羯男嗎? 關於摩羯男的諸多都市傳說層出不窮 不要說跟他曖昧的人搞不清楚 連跟他已經交往的人說不定都覺得 為什麼我還過得跟單身一樣呢? 摩羯男這樣就是喜歡你 我們開始 首先他不太可能真的主動 但他又很想靠近你 他很可能就會在社交網站上 Fan你的過去來看一看 因為他想多認識你嘛 因此也許當你發現你 好久以前的文章 好久以前的照片他來按讚 那就表示他對你挺感興趣的喔 那你就要主動回覆他 你千萬不要覺得 你可能就是來看我的過去 NO!這就是一個超大的訊號OK? 他會偷偷觀察你 偷偷觀察就是當你把頭別過去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過來了 可是當你發現了 注意他的時候他又趕快把頭別過去 這就是有戲的表現 要知道喔 他會有角色扮演 他會藉由這是一個朋友的關心 他會藉由跟你聊一個很無聊的天 但是聊很久 聊到你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 他要跟你聊這麼久 這都是他在告訴你 我對你滿感興趣的 我仔細想了想 我可能錯過了三個摩羯男吧 摩羯男有時候會有一種花心的感覺 因為他們覺得人生很苦 所以他們不想讓周邊的人也很苦 因此他是一個非常好心的人 有求必應對朋友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呢 女的朋友也很好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摩羯的身邊 常常陰陰厭厭的關係 但是相信我 即使他的大腿被人家做了 他的心可能還是清純的 因為他不好意思把人家趕下來 他們會將心比心 對人很好很大方 以至於界線都模糊了 其實摩羯座是一個沒有界線的人嗎 不 你錯了 他非常的有界線 只不過他很大方 所以這個界線呢 他只要覺得我守好我自己 那麼別人怎麼樣 我管不著 如果你是他的家人 那他才有資格管你啊 因此你跟摩羯座非常非常靠近以後 你就會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 他也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 所以囉 他是真的想花心嗎 我覺得前提應該是想要對人好 而不是想要花心 你對他好一分 他會回敬你三分 但是你如果對他好三分 那他就會懶得理你了 沒錯 其實摩羯座喜歡克服萬難 所以最好你們在一起 舒服 但是要有一點難度 這還是要有的 不要完全的對他太好 你要當一個 很有自己個性 帶出去非常能夠見世面 很體面的一個對象 所以你要保有你自己 你要非常的有自我的想法 這樣子 你在他心目中就會非常加分 其實我覺得摩羯男他會想要的是 人生的伴侶 欸這個很重要喔 不是因為你很美艷喔 No你是要為他量身打造的人生伴侶 而一個摩羯座 他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他需要有人幫他持家 還是他現在需要一個創業的夥伴 每一個摩羯男每一個階段的需求 都不一樣喔 那如果他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他很可能就會想要一個能夠幫他 照顧爸爸媽媽 也很孝順的太太 所以當你要在摩羯男的身邊勝出 那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需求是什麼 摩羯男做很多事情 他是不求回報的 因為他會覺得 這不就是分內該做的事嗎 為什麼要求回報呢 當然他不至於這麼戲劇性的去說這個話 但是這就是他心裡想的事情 因此他很可能默默的覺得 這好像是你要的 好那我去做 他做的過程中他也不會覺得說 欸 我在做喔 你要稱讚我喔 他並沒有這樣想 所以有時候你還要去事後發現 你才會知道說 他已經默默付出了 為你努力了 因為在他心目中最高等級的愛就是 為你負責 不要干涉他的工作 你可以輔助他 你可以關心他 但是不要妨礙他喔 因為工作真的是摩羯男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事了 這不是他不照顧你 這也不是他不重視你 嚴格說來他不是不重視你 他是不重視愛情 他比較重視的是 努力奮鬥 我們要讓這個家有所成就 要賺很多的錢 要讓你們很安心 這就是他心目中的愛 導致有人說挑摩羯男的話 要挑年紀大比較多年紀小的 OK 我同意喔 我覺得摩羯男年紀更大以後 他會更圓融 比如說他就沒有那麼的臭脾氣啊 或者是年少輕狂的摩羯 其實也非常的有自己的狂傲性 但是受過傷疊過膠的摩羯 我覺得他會更體貼 更知道怎麼樣收放他的魅力 他也知道不要那麼的工作好 然後那個冷漠感也會比較減輕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一個承擔 所以摩羯男很容易被你電到 我金星摩羯啊 你的金星在哪裡 你搞不好也蠻容易電到那個瓶 我金星摩羯 所以摩羯之後看我就是圍他死 好不好 我再胖都是圍他死 我是他們心目中的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工作很認真 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在你身上看到了 他們很認同的價值 然後他們就會有一種 你也看得懂 那我也的確覺得 他們工作認真的都好好好 他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價值被認同 這樣 金牛就會有點笨拙 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旁邊的人是真心的會認為你不要 提到很難談戀愛的星座 金牛女往往榜上有名 為什麼 金牛座不是長得很好看嗎 澳大利赫本可是你們的星座呀 到底為什麼 我們來好好了解一下 金牛座的女生 你們得承認你們 你們沒有女人味 你們長得很漂亮 這是一定的 通常你們的外表非常吸引男生 但是 因為你們也很勇於做自己 所以講話就開始大聲起來了 不用別麥 操場的對岸也可以聽到你的聲音 而且你們非常的爽直 有話直說 也很難商量 勇於反駁對方的意見 所以囉 男生認識你沒多久 就看完了 第二點 很難聊天 你對於忽然衝過來跟你聊天的人 你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你看 這樣就篩選掉了後勁很強的對象 也許他一開始並不吸引你 但是聊著聊著 你會覺得他很有趣也不一定啊 所以有時候應該要稍微開放一下自己 也許互相留個電話 看不到人的情況下就很好聊天囉 第三 第三 你超級低調 金牛座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第一眼很吸引人 但是久而久之 男生就會覺得 你就是這樣了 然後對你就不會產生了太多的一個關注力 因此就算你聚會中半途離行 可能男生也不會發現喔 這一點就是 會讓你少了很多競爭力 再來你想要桃花 你就要露出想要桃花的樣子 或者是不要太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算你不想單身 但你也沒有辦法很容易喜歡一個人 而且經過幾次失戀 就越來越難喜歡上對方 所以經驗越多障礙就越多 這是金牛座越來越不活躍的原因喔 你太有想法 對於你覺得很好的事情 你是不會讓步的 比如說你喜歡的食物 就算對方說 這樣不健康 我們要走健康路線喔 你知道他在關心你 但是你也不想妥協 這就很難溝通囉 我覺得如果你是屬於 穿著打扮非常有風格的金牛座 我必須這麼說 我同意你很有品味 但是約會這件事情 如果你穿得太自我 比如說你堅持要爆炸頭 你堅持要阿狗狗 那通常也會使你的約會之路 可能有一點障礙 上眼法還是挺重要的喔 所以約會服裝請交給專家打理囉 金牛魚比較眉桃花還是摩羯魚比較眉桃花 金牛 我覺得摩羯它是會用它的方法去促進一段感情 金牛就會有點笨拙 不知所措 然後就待在當下 而且如果旁邊的人去推動的話 如果不是金牛座要了 金牛座還會生氣 自己又把自己的桃花給阻斷了 也不一定 而且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就是用一種非常大聲的感覺 旁邊的人是真心的會認為你不要喔 我們本來要幫你就不幫你囉 你自己要想清楚喔 所以你明明在撒嬌說不要啦 就請向個撒嬌的樣子 不要啦 那就是有才華 有才華才會讓金牛座的女生眼睛一亮 然後他會在有才華的人身上 找到他會喜歡的跟你外表有關的點 金牛座覺得他們是外貌協會的 我之前曾經聽過一個金牛座女生 他喜歡上人的條件是 對方戴著粗框眼鏡的樣子好可愛 所以他每次都喜歡上粗框眼鏡的男孩 我說那不是粗框眼鏡的男孩 粗框眼鏡是粗框眼鏡啊 任何人戴上粗框眼鏡你都喜歡嗎 他說好像是這樣 第二你可以沉默寡言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絕對不能油條 金牛座女生超級討厭油條的人 有一點沉默可以接受 因為金牛座會覺得這樣的人是老實的 這樣才有安全感 所以甜言蜜語 第三個 要有肩膀 有擔當 因為金牛座女生自己覺得自己很有肩膀 很有擔當 他都可以做到了 你怎麼可以做不到呢 所以如果你很怕事 或者是你很愛哭 愛撒嬌 這反而對她來說會覺得好恐怖喔 到底誰是女生 第四呢在經濟能力方面 我不覺得金牛座一定要看錢喔 我剛剛說了 他們是會被感覺擊中 所以錢不重要 但是你不能小氣 如果你錢不多 但是都會用在這段關係上 或家人的身上 對金牛座來說 這樣不浮誇的表現是務實的 也是可靠的 好啦最終呢我就要跟金牛座女生說 感情是兩個人的關係 兩個人的關係 兩個人的關係 就要重視另外一個人的意見 就要重視另外一個人的存在 所以金牛座 如果你想要走進一段關係 你就不能太做自己 你要空出一半的空隙 讓對方走進你的生命裡 容許他來改變你 你也很樂於為他改變 這樣這段關係才能夠圓滿 你的桃花運才會真的來喔 嗨大家好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 新作的小嘗試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